哈喽大家好,欢迎观看小峰教授们推出的web安全培训视频,我是iF生Five 那这节课讲的话呢是MyCircle的一个 My就是msCircle的高权限 自dbo写效 这一课的话呢,权限比较好 就是说如果我们注入到这个mssql的时候的话呢 它这个权限比较低啊 那我们就是,也算是一个中等权限吧 但是只要不是最低的权限 我们都说它是一个相对比较高的权限 所以说是高权限 这个写效的话呢,条件的话呢 也稍微的有那么一点点苛刻吧 但是也是属于那种不得不讲的一个范畴 所以的话呢,这节课还是拉出来讲 这里说一下就是环境的话呢 没有办法完完整整的复现出来 呃,因为确实是比较难搭建这个环境的 我从昨天晚上下午4点,从昨天下午4点搞到晚上 呃,9点10点还是没有过能够完完整整的复现出来 然后今早上又整了一个小时 还是复现不出来那个最完美的环境 那只能说遇到等一下到那个不同点的时候 就是跟实战环境出现分歧的时候啊 呃,出现不同的时候呢 我会给大家讲解一下 仔细的讲解一下 那后面有不同的话呢 大家在微信群里面问吧 呃,这个 写这个项啊,需要具备这三点条件 物理路径,就是网站的物理路径 第二点的话呢,权限是这个db owner 啊,权限够 第三个呢,就是对战查询 啊,对战查询就是支持多条语句查询 呃,比如说什么对战查询呢 要多你像这样子啊 对吧,这这下是执行的两条语句 所以说返回了两个结果 那我们注入的时候的话呢 其实就是在一个呃,正常的一个sql语句里面 在这后面插入一条语句 然后就是,啊,cdictor1 或者不要后面这个,交向这个注释服务 因为的话呢,是这样子的啊 所以这一段就是我们的这个注入语句 注入语句啊,它本来是这样子的 它本来是这样子的啊 但我们在这里面加入的话 需要把这个,呃,引号加上去 因为这个引号的话呢 是跟这个引号成一对,配对的啊 这个的话呢,就是一个字符啊 就是一个字符 那如果有些网站呢 它是,它的这个语句啊 前面这个参数它是一个数字型的话 那我们就直接写我们的语句 就不需要再加这个引,这个引号啊 这个在判断注入的时候是需要注意一下的 这个就是一个多条语句 就是你这个必须支持我们使用这个分号啊 啊,这个就是三点 那好,我们看一下今天所使用的这个环境吧 环境 这是这个页面啊 这个是我抠下来的 比如说你填个1它就会显示1啊 这里是一个select 这边的话呢 是一个web服务器 简易的一个asp.net的一个web服务器 那我们测试注入的话呢 手工测试的话呢 也可以啊 再加个p 它就会爆出一个错误了 那这个,这个页面的原代码在哪呢 是这里 一个是一个展示的一个页面啊 这个是它的一个isp.net的一个原码 可以看到原码也是比较的简单 就是一个连接数据库 然后做一个读取数据库的一个操作啊 这个是 啊,因为有一些东西没必要 所以我把它注视掉了 啊,代码也是非常的少 好的 那我们看一下这个是否存在这个注入 啊,我们selecte它是返回正确的 我们加个引号 反而说 那一般来说 这可能有可能是这个 呃 注入了 我们加上adden1.1看一下 啊,我们看一下adden1.2 啊,两次页面还是一样的啊 那是不是就是我们需要加上一个引号了呢 啊,看一下 返回一样的啊 啊,都是一样的啊 加上一个注视符看一下 啊,这样子还不行 看一下这个呢 啊,这样子也不行对吧 啊,加个分号 还是没有动静 就是说它返回的还是这个 啊,加上这个 这样子测试一下 它还报错啊 说明这个引号的话呢 应该是带入查询了 或者说是一个 这个分号也带入查询了 嗯,那我们 sick a看一下吧 报错 啊 啊 报错 那我用扫描器 扫描的一个结果啊 就是说我 我用这个burpshoot 进行的一个扫描的之前 啊 这边的话呢 burpshoot的话呢 是扫描到了一个 啊 它是判断出两种出入 一个是不恶行的 一个是正常的一个 啊 注入 看一下它的不恶行的 参数这个 注入配料的啊 是这个 嗯 把它发送到这个decoder 放到decoder之后的话呢 呃,点一下这个smart 就可以看到这个就是它的一个注入参数 会不会是因为我刚才填写的1的原因 应该是填写的这个1的原因 这样子的话它就能够返回一个正常页面了啊 对吧 对吧 好的 那这个扫描器的话呢还是比较的给力 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一个请求 这是加了一个扫 第二个请求是加两个扫 第三个请求是加了很长的一个东西 这里的话这一串应该是判断 其他的一个东西的 其他的一个东西的 smart 啊 判断它这个是否存在一个 对战注入 对战支持对战啊 就是这个对战查询这里 那得到它是存在一个注入的时候 而且看看这个样子的话呢 也是一个微软的microsoft的一个sql server 简称下来就是mssql 然后 然后的话呢 就是 看它的这个权限 还有就是有些时候的话呢 我们也是把它称之为sql server 嗯 这里有份文档啊 这里是一个基本的一个参数 嗯 比如说你看 你不能直接的这个 去使用它啊 你必须 在后面加一个注释符 这里就需要加这个注释符 它能返回一个正常 比如说你 加了注释符 并且你再随便加一个1的话呢 它就返回一个错误啊 说明什么呢 说明哪 说明哪 这个 有这个数据库的话呢 有这个库的话呢 它就会返回一个正常页面 因为这一个库啊 是这个sql server里面的 它专属的 嗯 嗯 可以看到在哪呢 sysobjects sys 啊 这个 不是 是 objects sysobjects 这不早了吧 就是跟大家说一下啊 当然 如果的话呢 呃 如果 这个是个表啊 如果别人的一个数据库的话 也起了这个名字的话呢 那么就会造成一个误判 呃 就像你 你看 看到这个 解放军呢 解放军呢 他穿的这个 解放军的这个绿军装 你判断它是一个解放军 当然如果有 那种冒充解放军的 他也穿了一个绿军装 也穿了这个迷彩服的话呢 那你把它当做一个解放军的话 那就是变成了一个误判啊 你还要来看他的 除了看这个 他的这个军装之外 还要看他的这个 呃 这个证件啊 他有一个 那个叫什么 好像是 应该是叫什么 士兵还是士官证的啊 反正就是有一个证吧 那个证的名字叫什么 我也不知道 然后可以看一下这个的话呢 可以看一下 Mysterco的一个版本 呃 这里 看的话呢 也是基于一个报错的啊 基于一个报错的 但是这里的话呢 是他是 没有报出来 因为这 这不是一个报错注入 所以的话呢 报不出来 啊 我们看一下这边 能不能报出来吧 这边的话是搭建环境 原始环境啊 原始环境啊 有可能个报出来 啊 他报不出来啊 行吧 他报不出来我也没办法了 那报不出来怎么获取这个库名啊 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啊 这个两种备份嘛 这个logo备份的话呢 是需要知道一个数据库的这个名字的 对 是需要知道一个数据库的一个名字的 啊 那这这边的话呢 你可以看一下啊 呃 可以看一下这个 如何获取这个数据库名啊 在之前的这个 陆旋草说的这个 布尔形注入公击的时候 应该说是 怎么获取的这个数据库名了 那这边的话呢 这份文档里面的话呢 也是有一个 呃 获取当前数据库名的 我看一下 这个 啊 这个是获取当前数据库用户名 啊 这个也是一个报错注入的 啊 他没有办法报出来 对吧 呃 有一些网站呢 他就是报头注入 他就可以报出来 那这个的话呢 只能通过路线槽的这个 布尔形注入的话呢 来获取这个数据库名 那 我这边的话呢 就不再演示一遍了 我的这个数据库名也是 test 啊 就是这个数据库名 这个test 那 根据这个 logo 如果备份的这个 几个 语句的话呢 这里需要改成我们数据库名 啊 把它激活 激活成一个 呃 恢复模式 recovery啊 怎么执行呢 呃 此前的话呢 我也是有抓了一个包啊 比如说这个 啊 比如说我们再抓一次吧 好的就是这个包 好 然后 然后我们 知道它是一个 字符型的一个注入了 因为你 不加这个撇的话呢 就已出问题 所以我们就要输一个撇 字符型注入 然后把这个语句给 粘贴进来 啊 激活 啊 可以看到这里返回一个22 说明这个语句是执行正常的 啊 好我们执行第二条语句 这个的话呢 没有说什么技巧 第二条不用修改 就执行语句 然后 如果出现wav的话呢 可能就是要对语句做一些一个 嗯 好 这里忘记加一个撇了 加个单引号 做一个语句的一个修改 其实很多时候有这个拦截的话呢 这个语句啊 也不能 并不怎么能够变通 所以的话呢 我们很多时候啊 他有wav 或者有防火墙的时候 我们就没有办法进行一个 呃 注入了的 你不要大家不要想着 呃 一有wav 任何情况下都能够进行一个 进行一个要过啊 这如果 任何情况下都有要过的办法的话 那这个世界上 就 没有安全东西啊 就你国家政府都能够被随便的 渗透入侵了 对吧 大家也不要想着 呃 就是说 一有拦截啊 一有防护啊 你就能什么要过啊 什么要过的 没有那么多啊 呃 实际的这种 呃 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网络战争啊 他也并不是大家想象的那种通过很多 不是通过 呃 这种web的这种渗透手段 可以让我们进入到这个 个人机器的啊 这是一个 稍微高端点的东西啊 这个也需要改善我们的数据库名 然后这个地方的话呢 建议的话呢 就是说 呃 可以随意被被分到一个地方 呃 这里就是实战 我这环境跟实战产环境有一点出入的地方了 所以怎么说呢 哇 这里的被分不出来 你没办 没办法给他备份到这个物理路径去 呃 备份到这个硬盘上面 可以看到我是备份到C盘的这个back这里这个文件 点击啊 这个语句也正常的执行了 可是我这边呢 他就没有这个文件出来 你知道吧 所以这也是我最纳闷的一点弄了好久 啊 也没找到原因所在 他也不是隐藏的 可以看到这边这个隐藏的就已经可以看得到 哦 哦 这个是我以前写的 写的一个脚本 也不是每个都看得到啊 所以 呃 被分出来也看不到 也找不到 就是说被分出来 被分到物理这个硬盘失败了啊 这里就是跟实际的环境有出入的地方了 那这里的话呢 无论我怎么修改这个 路径 备份出来路径 他都没有办法写协入 所以的话 哎 这里就是有一点问题 呃 然后的话呢 这个地方呢 就是写我们的这个一句话 写我们的一句话 嗯 嗯 比如说我们的一个一句话呢 嗯 之前给大家看过了吧 啊 啊 那个一句话啊 啊 写我们的木马啊 这几个还没到一句 没有到 一句话那里写我们的木马 啊 啊 比如说这个 把它给 复制到这里 然后 然后把这 执行一下这段话 啊 这个语句 好 这里这个批号加上去 够 可以看到对吧 正常执行 我们看一下这边这个数据库 啊 是否有反应 可以看到这个表已经生成了 我们获取这个表 打开这个表 这是一个二进制数 二进制数据啊 说明你已经这个 写入进去了 并且这个字端是A 哎 这个字端的话呢 也是 跟我们这个相匹配 对吧 没有问题 那所以我们就要把这个 数据库啊 这个日识 倒出来 倒出到哪里呢 倒出到网站目录啊 这个网站目录怎么获取呢 这个网站目录啊 是需要报错 获取出来的 怎么报错的话呢 可以看到下这边啊 我这边这个实验 这个实验环境啊 它是可以爆出这个路径的 对吧 这个路径 你看一下这个default 这个文件 跟这个default 它是在一个页面的啊 在这里 可以看到是这样子的啊 哎 就是我这个default asp 跟这个default asp x 这个.cs 是在同一个路径下的啊 同一个目录下的 所以说我们只要 哎 把这个路径给它填写就可以了 哎 但我们这边的话呢 它没有爆出来的这个地方的话呢 是这个路径 所以就要改成 小峰.aspx了 啊 啊 这里的话要替换成 替换成 替换成这个 反反 反斜杠 对吧 好啊 就是这样子 然后我们继续执行 然后我们继续执行 啊可以看到还是啊 也就是说返回 呃正确啊 就命令执行正确嘛 看一下这边有没有啊 没有啊 这就是跟实际上有问题的地方 哎 我这里就没有办法 给大家成功的演示 导出成功这个webshell 那如果导出成功的话呢 在这个目录下呢 会生成小峰xf.aspx的 这么一个文件啊 会生成的 然后我们就在这边 访问xf 就会得到一个webshell了啊 就会得到一个webshell 就会 就说把我们的脚本目码传上去 然后利用一个webshell 管理工具就能够连接到 呃这个网站 这个网站 并且能够控制住这个网站 啊 意思就是这么一个意思啊 比如说我们 啊给大家演示一下 如果正确的拿到之后 是怎么一个效果啊 啊应该是这个 比如说我们写又进去了啊 是写又这个我刚才说错了 是写又这一段啊一句话 xf 好的 然后我们使用这个一句话连接工具 刚才那个密码是多少来的 是这个引号双引号里面的这个hackdoor 把这个密码粘贴到这儿 添加 文件管理 可以看到啊 这样子我们就控制住一个网站了 并且的话呢 可以执行一个命令 看一下权限 啊 好吧权限也是非常大 我们可以上传 我们可以上传 比如说我们先建一个文件 小峰 小峰 保存 然后这边的话呢 就会 出现一个小峰了啊 可以看到对吧 啊这就是一个 啊如果把这一串啊 把这一串改成我们的这个黑夜 啊黑夜的这个代码 然后把它换成一个html 就算挂了一张黑夜啊 就这么简单 对吧 比如说啊就这样吧 然后这就是一个logo的一个备份 这就是一个logo备份了啊 那我们接下来 接下来的话就是说到这个差异备份 差异备份的话呢 也 这个 语句不一样 然后关于他的这个条件啊 都是一样的 全线购 物理路径 还有这个堆栈查询 这边的话呢 也是需要获取到一个数据库名啊 他这里也是使用一个报错的方式 但是的话呢 本次这个演示环境不具备报错的这个 功能呢 爆不出来 所以这里的话呢 也是能够相亦的执行这个命令就可以了 比如说把这个换成这个数据库名 这个是一个绝对路径 啊 这里的话呢 这里的话呢 主要是这一段啊 语句是这一段 语句是这一段 后面这个A是添加的 因为这里是注释服务 所以说A 是不代用数据库查询的 那这边的话呢 是一个堆栈查询 所要必备的添加的一个 呃 这个叫什么 盾号不对 分号 然后这里的话呢 是为了匹配网站 这个符号呢 是能跟任何符号 进行一个匹配 啊 包括是 这个符号不存在啊 我们也能够匹配 可以试一下 比如说我们看这一段是正常执行的 然后我们在这里加上一个百分号 看一下正不正常啊 他不正常了 兄弟们看到了 所以 这个 号不能乱加呀 这个分号不能乱加 所以的话呢 有时候你拿着人家 网上的这个诸语句的话呢 你直接的拿过来用啊 他会失败啊 这就是然后你就会到群里面问 怎么样怎么样失败了呀 然后一些不懂行的朋友的话呢 他也比较热心啊 他也不是说有什么坏心思 他就是 还也是办办懂不懂的 然后他就会说你这个啊 不是什么注入啊 权限不够啊 然后再让你白度啊 其实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一个符号导致的一个问题 所以 所以这个 分百分号啊 他就 不能在这个注入点进行一个使用 这个使用的这个一定要在判断注入的时候 确定好哪个符号是能使用的 啊 否则你后面的话呢 就会增加这个工作量啊 比如说你每次都要去看一下这个百分号能不能用 这个 好 那再回到这个 注意这个 差一备份的语句上面来 差一备份的语句的话呢 也是 首先也是获取一个数据库名 然后对他这个数据库进行备份 然后的话呢 也是创建一个表格 插入一个语句 啊 这里的话呢 他就把它转成一个16进制了 啊 就是hex值 怎么转呢 这个burpshoot上面的话呢 也是可以转的 啊 decoder 比如说 我们的这一串 一句话 他转成这个 16进制是怎样的呢 啊 ncode hex 啊 要这样的 选择 诶 as 诶 他这里怎么 他这里怎么 不给我夹 诶 看一下啊 诶 十六进制 加密 啊 这一串就是一个石楼进制 得到这个石楼进制之后的话呢 我们 一定要啊 把它粘贴 然后前面加上一个0x 来 来 表示这是一个石楼进制 就是这样子啊 然后这一段也是插入一个一句话到里面 然后这里的话呢 然后这里的话呢 也是跟 啊 我们的这个logo备份一样了 还有 我怎么感觉这个语句有问题啊 哦 这个应该不是插一备份的语句啊 我给大家找一下 呃 可以看到啊 这个应该才是插一备份的一个语句 先进行一个完整的数据库备份 然后像这个再创建一个表 这啊 这个是创建表的语句 然后这个是插入语句 啊 插入一条数据到这个 CMD表里面 然后再进行一个 呃 差异的一个备份 就是说你 完整备份之前 啊 有一个完整的数据库 这边已经备份了嘛 他就会跟你这个做一个对比啊 再做一个对比 就把那个 有差别的 就是说 如果产生了差别的话呢 就把整个数据库给他备份出来 那备份的文件 因为是一个脚本格式的一个后缀 那么你的这个 呃 这个文件里面又存在一个一句话木马 那所以的话呢 就会 呃 成功的被我们拿到这个权限 因为你有这个木马 被你这个数据库被植入了木马 并且你这个被解析成一个脚本文件 那你这个脚本木马的话 会被解析成一个脚本文件 之后的话呢 你就可以拿到一个webshell了 还有这下面也有一段代码 但是非常的涌长 呃 怎么说呢 他也写了啊 发现上面代码有时无效 呃 有时会无效 而直接使用 这一串的话呢 就是效果成功率比较高 啊 这一串我给他复制出来吧 他这里的话呢 是备份一个log啊 而且 这个是一个logo备份啊 这个人他不懂啊 我这一段我是在网上摘抄下来的 他也不懂我 所以说啊 就是网上的东西啊 他说是这样子说 但很多的啊 有时候他是会错的 啊 所以这就是需要我们的这个 培训的一个原因 我们告诉你哪个是正确的东西 啊 哪个是错误的 好的 那也是稍微可能有点 长 而且的话呢 也没有说什么实践上的一个东西 啊 啊 靠大家慢慢领悟了啊 那这几个就这样子 再见